這條影片開始就會教新的幾個我們要認識的Functional Group 有哪幾個呢?先說一下名字 第一個Functional Group 第一個Homologa Series我們要認識的 就叫做Alcanel 或者L-dehy 樣子是怎樣的呢? L-dehy就是這樣的 C double bond O,然後H 這邊是貼著R R的意思是一條長的碳鏈 全部都是C和H 沒有任何東西的 全部都是Single bond CH 這個叫L-dehy 或者叫Alcanel 通常我們都叫它L-dehy Functional Group CO double bond這個Functional Group 我們會叫它Carbonal Group Carbonal Group 不要搞錯 因為等間會有一個和這個名字好似的 Group 叫做Carboxyl Group 其實你們都學過的 不要搞錯 所以它的名字會出現類似的 Propennail Propennail 它的Condense Formula裡面 它的縮寫是這樣的 C-H-O 就不是C-O-H Skeletal Formula的樣子就是這樣 這個叫做L-dehy Homologa Series 通常我都是一樣的 要先教他的好朋友 他的好朋友是甚麼呢 就是Ketone Ketone的Homologa Series 亦都叫Alcanone 所以我們會出現的名字 Beltine to Lone 類似的 這個群組 你會發覺 跟上面的L-dehy 的樣子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C-O double bond 它跟上面不同的地方是甚麼 就是上面 這個C-O double bond 一定是一邊是L-cal chain 一邊是Hidrogen 但如果它兩邊都是L-cal chain 它就叫Ketone 它一邊叫Hidrogen 那就叫L-dehy 它兩邊都叫Hidrogen 如果它兩邊都是Hidrogen 那它是甚麼呢 你講的應該是這個 如果它兩邊都是Hidrogen 這個我們都叫L-dehy 而且這個也是大家經常會聽過的幾樣東西 這個就是Methanel Methanel 我英文你未必知道 中文你也知道 甲醛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斷鼓它都是很Volatile 大家知道 這麼小顆Molecule 跟著又Vendor Force又弱的 就是Volatile No melting boiling point 是氣體來的 所以就是我們經常說的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Voc 就是經常看新聞都說 去甲醛去Voc 其實就是在說這些 OK 講這兩個functional group 再講一下旁邊 它是None 即它的subvix是None 它兩個functional group的名字都是一樣的 叫Carbonnal group 然後在Condense Formula裡面 Ketone就是G-O就可以了 或者你可以這樣寫的 都可以的 你這樣寫也可以 你寫在下面也可以 然後它Skeletal formula 就是這樣畫的 你看到跟上面其實一樣的 唯一的分別就是 如果它兩邊都是Alcal chain 即兩邊都是直鏈的話 它就叫Ketone 它有其中一邊叫Hirogin 它就叫Alcanal 我們就舉些例子講一下 這個例子 這個樣子 Expand Structural formula 你可以畫另外三個出來 首先 最簡單 我們先看IU Pan naming 最長包含FG的鍊 就是這個 應該是這條鍊 包含FG 1,2,3 3個炭 3個炭 就是Pro 剛剛講過了 它這條鍊沒有Double Bomb 即是ANE 就是這樣 然後它是Aldi 鞋 即是AL 好了 然後就給Position ANE不用給Position 因為是直鏈 但是AL要給Position 那ALPosition是什麼呢 就是1 但是如果深水清的同學 應該就會明白 所有Aldi鞋 都一定是1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一定有一邊是Hirogin 所以 如果它一定有一邊是Hirogin 然後它又有CODouble Bomb 即是它唯一可以貼著另一邊是條鏈 所以 所有Aldi鞋都是1 所以 這個就叫Propanel 但是 如果大家看上一條片 你就會明白 這裡有兩個響音重疊 兩個響音重疊 是不可以的 即是無論兩個 Vile重疊 或者兩個Consulence 都是不可以的 如果兩個Vile重疊 我們就不要E 所以這個 這個 條鍊的名字 就叫Propanel 然後就把Substituent的名字 Substituent的名字 就在第二 所以這個 應該是 2Mifal 2Mifal Propanel 但是大家又記得我講過 因為Mifal 只可以在2 它不能插在這裡 如果插在後面 就不是Propanel 就是Builtanel 所以我們也不用寫2 所以這件字的名字 就是MEFalm 所以很簡單 現在做完Mifalm contents的 recol ethics 很簡單 斬到做斜 斷走斜 中央是CH 上面還有一個CH3,這裏就括號給CH3 或者你還可以怎樣寫?就是CH,然後括號CH3 這個就更好看 旁邊就到CHO,但這個位置很多時候都會有些人生氣 因為我們習慣了左手邊寫來,就知道這樣寫CHO 你反轉的時候都要小心,不要反轉寫了COH 你這樣寫了COH,就變成LCOH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Condense formula 又到Sketal formula 其實你學會了Sketal formula,你應該不會再寫這兩樣東西 因為實在太煩了 Sketal formula,首先三個碳就這樣 然後在第二個碳上面,就有這個Mever 所以先插個Mever 然後先插個LDI,為什麼要插個LDI呢?就是這樣 但有些同學,如果你想再冷一點 其實你不畫Hydogen也可以 因為如果你不畫Hydogen,就明白了 我們講過了Sketal formula 如果你不畫的位置,就明白了全部都是Hydogen 所以這樣就已經是Mever Pocanel的Sketal formula OK? 好,那我們就舉下一個例子 當然要講一個Keytone的例子 今次反轉玩,給IU Pad你畫其他東西 因為我實在太討厭畫這個Expanded Structural formula 所以這個我留給你自己畫 如果你答案看不到我,你自己慢慢畫 我先畫到Sketal formula 因為我從來都只是畫Sketal formula 首先看看Hepton Free Loan 首先畫了一條7碳鏈 這個是7碳鏈 如果是3碳 即是在第三個碳有CO double bond 所以這個是1,這個2,這個3 在第三個碳有CO double bond 所以這條鏈已經叫做Hepton Free Loan Hepton Free Loan 然後在2,5大Mever 2,5大Mever 你數吧 記得不要傻仔在這邊數起來 1,2,3,4,5,6,7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解釋了 要在右手邊數起來 你才會得到這個是3碳 所以這邊是1,這邊是2,這邊是3 所以如果我們說2,5 即是說Mever在這裡 以及在這裡 所以Sketal formula就是這樣 行不行 OK 其實你會發現當你畫了Sketal formula之後 看Condense formula其實都很不容易 因為無論你畫了哪一樣都好 Condense formula都是一樣 那你就切吧 切它,第一塊就是CH3 第二塊,切了出來這塊就是CH2 第三塊,這塊應該是CH來的 然後就括好給CH3 因為下面有一個CH3 這樣切了 下一塊就是CH2 下一塊就是CEO 你可以這樣畫 或者直接寫CEO也可以 然後到這塊應該是CH來的 CH 然後就有兩個CH3 所以這個就是Condense formula OK 不知道你能不能跟到 但是如果你跟不到 你就對著那份東西去慢慢自己做一做 我就不會逼你全部人都畫 但是如果你畫了 你交給我 我就幫你改一下 你不畫都不要緊 我下次那份功夫再難些 我就會知道你會不會畫 好了,我們說完這兩個功夫 我們就說下一個功夫 下一個要認識的功夫 就是Esta Esta Esta 其實在日常生活裡面經常會遇到的 Esta 會在什麼位置 Esta 其實就是一些香料裡面經常會出現 因為所有Esta都會有特殊的香味 所以基本上 你日常生活裡面聞到的香料 多數都是含有Esta 所以我們 如果有時候 為什麼那些化妝品公司 可以什麼東西都做到 或者淘寶 或者大陸的飲品 什麼味都可以做到 你知道那隻味是什麼Esta 你自己做就做到它出來 如果你想做什麼 你告訴我 我們復課之後 一起做一下 沒有問題 還有很多原料 這個Esta Functional Group是什麼呢? 就是這樣的 這個是Functional Group 而且它兩邊都要有Alcal chain 這個叫Esta Functional Group 就這樣叫Esta Group 就可以了 其實它有一個Moroggan Series的名字 就是Alcal El King 但是 講那個之前 我們先講它的名字 究竟是怎樣玩法的 先看 我把上面的例子 Copy了出來 有少少Burr 但不要緊 先看著 這個東西是怎樣玩法的呢? 其實你如果記得 我在Rage of Reaction 以及Equilibrium 都有跟你說過 一個Esta 是由兩個部分組成的 你在哪裏切開它呢? 就是在一個CO Single Point的中間 這個位置切開它 你就會知道 我們左手邊是由一個Carboxylic Exit組成的 右手邊是由一個Alcal合組成的 所以其實這一塊東西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兩個Molecule 那兩部分呢? 首先左手邊有一個Carboxylic Exit 你看到這個樣子 紅色的部分 就是你在下面抄出來的 綠色的部分 就是你要加上去給它的 OH 藍色的部分 就是由Alcal合組成的 然後H也是它抹出來的 為什麼會沒有這兩樣東西呢? 因為我們之前說過 Esta做Hydrolysis 所謂的水解 其實就是會在中間的位置 加上水給它 所以Equilibrium就是 Esta加水變 這兩樣東西 所以你就應該看得明白 水從哪裏來的 如果你看不明白 就遲些會再學 都不要緊 你總之知道 切開它之後 C00O那邊 就是X來的 只是單邊O那邊 就是Alcohol來的 好了 你如果明白了這個道理之後 你就會發現它的名字 你懂得看的了 首先 我們前面的部分 Methal 其實是用什麼的呢? Methal 就是用這一部分的Nameling 就是由 哪裏來的呢? 就是由Methanol那裏來的 Methanol 我們不要Methanol這個名 把它變成Methal 就是Esta這部分的名字 就是Methanol Methanol 那卡博斯的名字 當然很明顯 就是 什麼? 這邊的名字就是Ephanoic acid 先寫一下 Ephanoic acid 但是呢 因為它已經不是acid 所以我們 記不記得之前 我們也有學過 Ephanoic acid 即是OATE 代表 Ephanoic acid 的Sort 即是Iron 形成Iron 我們用這個名字 其實是Esta Esta 裡面的Ax 那部分的名字 所以這裏 就出現了 Methal Ephanoic 就是這樣解釋的 這個Esta 行不行? 可能有一點複雜 要做少許練習 等下做多個Example 給你看 然後這裏 就到Condense Formula Condense Formula 這個樣子 其實有兩個可能性 究竟它是這樣的 還是它可以有這個樣子 或者它可以是這個樣子 究竟是上還是下 但你只要想一想 這個Condense 它要形成四個Band 左邊貼一個Band 它只有三個Band 所以只能是上面的樣子 下面的樣子 因為下面的樣子 它已經有三個Band 所以不會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Condense Formula 就畫了這樣的樣子 Sketal Formula 怎樣畫呢 Sketal Formula 這個也很容易 就是這樣 我不花時間了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 Methal Ephanoic OK 做多一個另外一個Example 這個Example 是怎樣 這個Example 是這樣的 大家如果明白 剛剛說什麼 都知道 這個是Esta 因為它的 Functional Group 是這樣的 對不對 Esta裡面分開兩個部分 這裡中間切開 左手邊是Example 右手邊是Alcohol 所以 右手邊這個 其實它的樣子 應該本身就是 CH3 CH2 OH 即是 這個其實是一個Ephano 即是兩個碳的Alcohol 左手邊是什麼 就是 1 2 3 4 4個碳 4個碳 即是 Build Butanoic Exit 應該 但是它有一個 什麼呢 它有一個 1 2 3 有一個 3Ephal 3Ephal Butanoic Exit 是不是 但是整個東西的名字 應該怎樣呢 就是把我們Alcohol的名字 就是Ephanol 變成Ephal 下面這個 Butanoic Exit 以及前面這部分 整個東西 就變成Butanoic 即是 會變成什麼 Ephal 3 Methal Butanoic 這個 這個 OK 有一點複雜 Skeletal formula 就容易一點 首先幾個碳 1 2 3 4 4個碳 4個碳 2個洞 然後就這樣 4個碳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這樣 O-O 這樣 你數一下就可以了 1 2 3 4 4個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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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碳 的Methanol Ephanol 就是這樣 OK 好了 調整Estar 最難的那個 都已經調整了 只剩下三個 Alkaloe Exit 或者 Carboxylic Exit 都不用教的 但是 提一提 就是 Functional Group 是叫Carboxyl 跟上面有少許不同 存法差一點 只差一個英文字母 沒有特別 COH 還有 Name 0 永遠都是1 所以你會發覺它有沒有數字 然後就到Ami Ami Ami 還有Ami 也很像樣子 就是我們終於學了 Nitrogen Container 的 工具 Ami 有一個CO Double Bond 然後O-H 即XO-H 變成NH2 叫Ami 這兩個Functional Group 相對而言 我們學的東西 比較少 就是我們 因為這個H 還可以繼續黏下去 如果讀BiO的同學 我會知道 其實Ami XO-H 就是跟這個樣子好似 即是 凡是PETA 也有Ami 這裏還可以繼續黏下去 但我們暫時先學了 就是這個樣子 叫Ami 因為我們不會學它兩邊都有東西 所以 基本上我們學Ami 和Ami Ami 肯定是一個Position 沒有其他可能性 Functional Group 也叫Ami Group Ami Functional Group 也叫Ami Group 然後Condense Formular 照看都可以 照看都可以 沒什麼特別的 Ami Group 可以放在其他位置 例如這個感覺 Ami Group 可以放在1 放在2 按照數分就可以 大約是這麼多 暫時讓大家認一認 所有Functional Group 我今個禮拜會出一份MC給大家 以及上一個TOPIC的Path Paper 這一份功課 你不一定要交的 如果你交了 我就幫你看看那些樣子 再不是 其實你自己後面對答案都可以 就打了下來 你照對 應該都不算很難 但MC就一定要做 有些什麼就再說 OK